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金牛座的压力 以及如何减压 1.哪些是可以帮助金牛减压的新作呢? 他们是设想周到的处女座和认真负责的摩羯座 同属于土象新作的金牛和摩羯石最懂得彼此的人 他们的爱情不会像火星撞地球那样激烈绚烂 但却像锡铁石和铁钉一般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两个人都是现实主义者 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 对待爱情也是宁缺无滥 三观比较一致 相处中处了摩羯座不善于表达感情 有时候略显冷漠之外 几乎找不出不和谐的点 金牛和摩羯在一起会发现彼此处处心有灵犀 这种细水长流 坚不可摧的感情模式 是非常适合结婚的组合 土象新作三大巨头没有一个弱的 金牛和处女都是职者 相对于同龄人也比较成熟 他们一般不会像火象星座那样一见钟情 但这种关系来得更长久稳定 因为这样两个人的感情 是建立在势均力敌的基础上 更容易开花结果 金牛座深信喜欢享受 而处女座也天生具有很强的服务意识 能够大大满足懒癌晚期的金牛 只是处女座习惯性看到事情不好的一面 悲观意识略强 也太爱挑剔了 会让金牛有压力 解决好这个问题 金牛和处女的配对也可以趋于完美了 二 金牛座在什么情形下最容易感受到压力呢 当发生令金牛座想破头却想不通的问题时 就会让金牛座感到压力重重 有自我压抑倾向的金牛座 没有办法忍受别人在旁边不断催促 金牛座需要有时间来让自己好好的思考 才能够想得清楚 三 那么哪些星座最容易给金牛座压力呢 白羊座 双子座和射手座最容易带给金牛座压力 金牛座不喜欢白羊座粗之大爷的态度 想到旧座 常常变来变去的双子座更让金牛座感到紧张 而没有责任感的射手座 常给金牛座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 更惹得金牛座压力重重 四 金牛座的压力征兆是什么呢 当金牛座一个人闷着不想和别人说话时 这是牛儿受不了压力而在钻牛脚尖的征兆 变得不想理人 没有力气的金牛座 压力一触几发 五 金牛座最爱用什么形式来发泄情绪 金牛座喜欢自己一个人好好静一静 其实这只是减缓压力爆发的消极方法罢了 当金牛座闷不吭声的时候 这是牛儿在发现牛脾气 六 金牛座的抗压与减压秘方是啥呢 那就是找人好好谈谈 会让金牛座好过些 很多事情积压在体内只会让自己生病而已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